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候 你看这是压板 你看我们直拍横打 很多球迷朋友是这样子去打 这样子去打 他这是压板出去的 他没有亮板出去 如果他拉下旋球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子去亮板 他是直接这样子去蹭 去拉 这个球是非常容易下板的 因为他没有弧线 所以说 我们这样子 亮开板子 一出去 球就有弧线了 所以说反手的亮板 它在于我们的拍头 拍头的位置要朝下 就是我们的拇指朝下 拍头就朝下 听懂吗 拇指现在朝下 拍头朝地朝下 这个时候你看 很明显我就亮到板了 我一出去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动作 那么这就代表 这个球有弧线了 我看下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有点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